共和党的初选中间啊 董王第一次败给了黑力 哎黑力赢麻了 董王输了 哎咱们说说这回的事啊 啊究竟黑力呢 这一次有没有翻盘的希望 能给董王带来多少的冲突跟影响 是吧 那我个人觉得呢 哎能不能赢董王 咱们就先放一边不讨论 为啥呢 因为没有讨论的必要 我觉得你要说黑力能不能赢董王啊 我个人认为理论上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呢比较小 对吧 你不能说完全不存在 因为美国大选 他毕竟反转的比较厉害 那最终呢 你说他就赢了 那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但我感觉啊 他赢董王的可能性啊 是比较小的 或者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你看啊 这次黑力也赢了 黑力说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继续参选 就是因为 我为了给共和党的选民 多一个选项 比如说有些共和党选民 他受不了特朗普啊 他觉得董王是个沙雕 对不对 那我又不想选你 但是我更不想选另外一个沙雕 那怎么办呢 那我如果有另外一个选择 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说我不如选黑力 你看黑力他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他就跟大家说 哎不要急啊 共和党还没到让大家死心的地步 虽然说你们不能选董王呢 你们还可以选我嘛 对不对 哎 那大家有一个出气筒 大家就不会对共和党那么死心啊 大让的中间派呢 也还有缓转的余地 但董王这个人嘛 我就说这个哥们吧 他不太仗义 你说黑力现在是为了谁啊 黑力自己知道 明知道自己输的情况下 还参选 你说他为了谁啊 他其实吧 还是为了顾全纳局啊 共和党这边说啊 那你就接着选妹呢 咱总得有一个对手吧 你不能说啊 让董王直接宣布董王赢了 那这太假了 对不对 你还是两个黑力胜 所以说呢 哎 董王就直接把实话说了 董王说 为什么黄盛顿特区我会输啊 我故意的啊 是吧 哎 那你说董王是不是故意的呢 也是故意的 但是他不故意也不行 因为你要知道 华盛顿特区是什么地方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黄盛顿特区这个地方 董王会输啊 他顾不顾意他都会输 首先啊 黄盛顿特区 如果您去过的话 那是美国的首都啊 美国的首都 美国的州府跟首都都是很小一点 美国的黄 首都黄盛顿特区特别小 十几分钟你就走完了 就开个车 知道吧 而且呢 美国如果你要是单论州的话 最富的是纽约 大概人均GDP是10万 11万还是9万多美元左右啊 但如果你要把华盛顿特区 首都直辖的这个地方也算上 华盛顿特区在全世界是GDP人均最高的 没有之一 人均是20多万美元的GDP啊 一个人一年 那你就想想啊 华盛顿特区这个多可怕啊 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人 我忘了啊 反正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说啊 在这么高收入的情况下 又都是公务员的情况下 又大量的人 又受过高拥教育的情况下 这种地区 董王是赢不了的 你明白吧 董王在什么地区能赢 地区首先很排外 其次这个地区 大量充斥着3D人士 大量充斥着保守主义的那种中产阶级 啊 这种地区 董王能赢 如果不是这种地区 董王是一概赢不了 而且你也不要觉得 大量的中产投董王 是因为他们多喜欢董王 他们中产投董王 不是他不认同白左这一套 中产都是天然的白左 因为他接受过教育 他只是说他觉得 白左现在搞的他受不了了 他觉得白左搞的太过分了 所以他愿意投董王 他愿意让董王去制衡这帮人 知道吧 所以说 真正的中产是不会有 什么人愿意去投董王的 您懂这意思吧 所有受过教育的人 都知道董王那套是搞不下去的 但是投董王的 主要是因为 我看那边更不爽 黑力能赢 其实也是占两个buff 一个是 他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个选项 还有一个就是 他是女的 你们不都说共和党保守吗 你们不都说 不都说共和党歧视女性吗 你们不都说共和党 是吧 就更信宗教吗 那为什么共和党这边 来了一个女的呢 来了一个女的 又在白左这么多的地方 又在这个公务员这么多的地方 那肯定就选黑力 黑力在这赢也没问题 对不对 黑力也在这必须赢 你不能说是 你让董王从头赢到尾吧 那从头赢到尾 那算 那像什么呀 那白左更要弄死董王了 我天哪 你这从头赢到尾 那你还玩不玩啊 是吧 那就肯定不行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 就这个也不用太过分的担心 为什么 初选啊 他就相当于是 大家看NBA吧 他就相当于是东西部的常规赛 连东西部决赛都还没到呢 知道吧 等到最后东西部决赛完了 到最后的总冠军决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总决赛 是吧 或者世界杯 现在最多就是小赌赛 或者外围赛还没踢完呢 等你踢完以后 八强十六强 你到最后到决赛 你再看 就是真正让大家啊 这个感兴趣的关心的 那得是至少是六七月份 七八月份以后的事了 那个时候你再去关心 现在这些都是玩票的 都是出来胡说八道的 知道吧 这黑力啊 败给董王啊 你可以说是 理论上他有翻盘的机会 但实际上非常非常小了 你就最后看的是 董王主要的对手 就是最后 白左这边的人 看白左这边出谁跟他打 到底是败老爷跟他打 还是纽森上跟他打 不管哪个跟他打 董王这边 都面临着重大挑战 现在你为啥觉得 董王一直赢呢 就是因为董王 在他的这个舒适区内 他现在没有对手 你明白吧 就相当于一个中国人 他不出国 他待在自己家院子里 他没有对手 因为他跟哪个外来人打 他都能找回了 二十个发小去打他 你知道吗 那没用 所以说当你真正 你跟你的对手走到第三国 你俩在第三国 没有任何亲属 没有这些支持者情况下 你俩去打 你能不能赢 这是个关键 还没到那一步呢 所以说 董王 大家不用担心 到那个时候在那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你先要知道 就是黑力能赢 我觉得 除非是 美国出现一个大的反转 这个反转大到 就是大家都 董王彻底栽了 或者是你以法令的形式 强行不让董王选 那有可能黑力能赢 如果黑力最终能走出来 我觉得 有可能拜老爷赢不了 但如果黑力没走出来 那可能董王最后就 也难说 是吧 这个我就不敢下具体判断了 因为跟我也没有具体的关系 所以说 黑力在这一次 为什么华盛顿特局初选 能赢了董王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其实呢 他在这赢董王 并不意外 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而我还 我甚至还可以告诉大家 董王下来应该还未输 只是说他最终会以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把这个拿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这样纯靠玩票的国家 你真一人一票的头的话 能拿个60%的胜率 已经算是很高了 大家都知道 之前德桑蒂斯啊 在佛里达州 把对手快打没了 那也就是60%的票 对40%的票 爱荷华州这种完全的 红脖子农业为主的州 那支持共和党呢 也不过就是74% 那还有百分之二十几的支持民主党呢 所以说在美国啊 他的倾向没有那么完全的明显 所以说他再支持一个人 他也会选出这种 类似于啊 看样子咬得很紧的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像埃森豪威尔 对吧 当时起二战之余为回来 那都打胜了 仗子都赢成什么样了 最终美国50多个州 他也就是赢了40多个嘛 培里能不能给董王造成威胁呢 不太可能 相反 他还有可能因为他的存在 给共和党给董王这边加分啊 变成一个润滑剂 因为到最后 黑力如果最终输给董王 那你说 愿意投给黑力的这部分 你最终还只能投给董王 那你还能投给谁呢 你总不能投到拜登那边吧 或者你总不能投到纽森那边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大家不用担心 还没到最后呢 黑力不会对宠王产生负面的影响 相反还能帮到董王 好吧 那行吧 这期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以后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